2021香港小姐竞选圆满結束 所有獎項已塵埃落定 各位佳麗連日來馬不停蹄出領獎 今日冠軍宋遠榮、亞軍梁凱晴 桂冠少初及最上鏡小姐楊培林 由現身簽體中心領獎 港姐獎品出名豐富 難怪她們都說要動下腦筋怎樣享受禮物 我收到禮物其實都很開心 東西都很漂亮 之後會慢慢陸陸續續看看怎樣用 是嗎? 是 我也是 我也想想可不可以和家人一起分享 有媽媽和妹妹一起去用 對時問一問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一起用會更加開心 參賽期間 佳麗們都要進行密集式訓練及地獄式減肥 練得一副完美身段 她們說菜後都不會鬆懈 其實這段減肥的腦程 其實是一輩子的 可能吃一餐之後再減一下 反而選完之後 我覺得自己更加需要找個PT 去做一些長期的身體的健身保持 在飲食上 到時就會聽PT的建議 吃得開心點 但又健康得來 不用找她們好姊妹就可以了 她是健身教練 是啊 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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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她太疼我們會很柔軟 是啊 看到我們想吃 你吃吧 你吃吧 對我們很好 當時她參選的時候 她會不會有推動你們 有問意見的 我問很多意見 找她問很多意見 因為我有些 擺擺肉 不懂減肥 她都會教我怎樣去做一些運動 將她消滅了她 你應該沒有這個問題了 其實我們有一直分享一些健康零食 我和Cathy 她有看她吃那些很健康的零食 我也是 我們經常都分享零食 互相介紹 互相推介 冠軍宋遠榮出身選美世界 連婆婆都被網民大讚 保持得好 真是不說得笑 我想說你婆婆真的很厚 是啊 我想那天大家看完訪問之後 有沒有很多人都說 那個是你婆婆 是啊 好像很多人都稱讚她 很漂亮 很年輕 所以呢 因為她自己都很懂護膚 是啊 現在結束了比賽 其實說真的 有沒有一點點覺得 嘩 Kid Peter 不要啦 不要搞我啦 那種害怕出來的 其實也不會說很害怕 因為其實我自己 我不覺得減肥是一件難事 所以我來說很容易 所以我結束了比賽 我也有吃一下東西 就是吃多一點 開心一下嘛 對她來說很容易 這句說話我得罪很多 哈哈哈 我自己就沒有那麼容易受的 所以我自己都會一直保持 但是我覺得 因為現在結束了比賽 都可以偶爾吃一頓好的 去維奴自己 是 我最期待就是 跟我們所有佳麗一起打火鍋 是 港姐口號 除了美貌與智慧之外 最重要當然是友誼第一 比賽第二 而一群佳麗 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接下來還約一起團圓過中秋 我們有約在一起 大家本身是否都很喜歡吃月餅 吃甜的東西 是啊 我覺得過節 大家都要一起去 去慶祝一下熱鬧一下 還有你們吃到 你們最想吃的東西 參選完之後 吃到了 吃到了 是啊 有打火鍋 吃了嗎 是啊 我們在家裡打 在家人一起 我也是 我自己有吃了打火鍋 還有我之前有說 我很想吃炒飯 吃了幾口 也是幾口 是啊 也是幾口